喂 老板 这又到了给工人发工资的时候了 愁啊 嗯 好歹好歹明白了明白了 意思就是我换种方式发 名字的笔画 好好好 明白了 就找路不败 嗯 再见 马上发工资了 我们去吃火锅呢 好呀 当时我要吃牛肉 毛肚 男子 毛虾 来 来 来 幼稿 你这是怎么了 工头 这次 这次要用奇特的方式发工资 什么方式 这次 这次要用名字的笔画 领工资 呜呜 啊 那我岂不得领的很少了 嗯 哎 我们啊可以先养 来 嗯 先养能行吗 哎 没问题啊 坐 今天呀是个好日子 要给你们发工资 但是我们这次发工资呀 是按照名字的笔画发 谁的笔画最多 发的就越多 油膏 你的笔画是 哎 且慢乡头 我的名字呀不叫油膏 我呀叫 饼油膏 什么 饼油膏 还有我 我叫 鱼鱼肉肉 我叫鱼鱼肉 我叫鱼鱼肉 哎 哈哈哈 不是大公头 我们呀平时小鸣叫的方便 是不是 肉冷了吗 对 那好吧 来你们把你们的名字 写到黑板上 这 这 这要鱼鱼的什么时候呀 没办法 我这名字呀 一百八十画呢 什么一百八十画 这 哎呀宫头 你赶紧跟我们拔东西呀 哎呀 给 宫头我工资呢 哎呀宫头 你的名字笔画太多了 我给你一颗摇签树吧 谢谢宫头 宫头我也不该记忆了 你说什么 欢迎关注董言 今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